加密貨幣領域最近禍不單行 在加密貨幣交易所 FTS宣布破產後 市值一度達到31美元 數位資產管理公司Amber Group 共同創辦人富蘭德 11月23日在睡夢中去世 年僅30歲 總公司設立香港的Amber Group發聲明 宣布富蘭德的死訊 他們說 公司不會因為富蘭德的過世而停擺 會繼續經營下去 曾經李高盛和摩根士丹里工作過的富蘭德 在2017年 與同事共同創立 數位資產管理公司Amber Group 在2022年年初市值 一度達到31美元 加密貨幣交易所 FTS宣布破產後 波及整個加密貨幣產業 富蘭德也對外發表聲明 說FTS的破產 的確有影響Amber Group 但Amber Group只有不到一成的資產 放在FTS 所以公司仍然可以正常營運